火王打炸 重刑轟炸 大叔 我就成立一個叫165晚詐騙專案 這個專線是我設定 叫165 就是先重視整個詐騙的手段 在改變的過程當中 提醒民眾不要接詐騙 但是時隔 將近了20年了 詐騙的手段 層次不求的翻新 但是呢 政府在打炸 真正有用心的把 詐騙壓制下來 完全沒有 尤其這幾年更嚴重 嚴重到什麼程度你們知道嗎 去年 2萬 2022 2.97萬件 抱歉 今年到現在3萬件 還是在成長啊 我們成立了打炸國家隊 打炸辦公室 花了27億耶 那怎麼越打越多 問題的關鍵在哪裡 不但越打越多 嫌犯越抓越多 去年有多少人 一位詐騙被逮捕到的犯罪嫌疑人 4.6萬 4萬6千 還有你看看到一個現象 犯罪是一種連動 這些參與 詐騙集團的 他不是只有占了詐騙人 得來的這個金錢 因為守得很快 這些人很多很多會去吸食毒品 甚至會去在幫派組織裡面提供更高的紀念 甚至開始因為有錢了 從事各種部罰的行業 各位了解有沒有被監獄 其實我們只要 自己沒有做虧心事 也不怕人家來 但是我剛剛聽的 所有監聽的資料 關於一些的狀況 我覺得這個消息會讓大家內心惶恐不安 因為它是一個 如果說虧罰的一定是侵害人權 那這裡到底是不是一個事實 檢調單位 在選舉這麼重要的關鍵時刻 趕快把事情釐清楚 不要讓這個乙兒殘留 或是一種真的是一個事實 怎麼樣去對外來做一個說明 這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執政黨是民進黨 民進黨有責任把這個消息查清楚 我還給人民一個安心的環境